很多人都说7月份的中国股市最后一个交易日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转融通的发明者之一 也就是说股票村里的副村长换人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换的这一个新人曾经呢 认过稷查处或者一些其他的单职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强检管这个政策会持续下去 那么对于我们未来整体有什么影响 其实对于传统的我们的思维啊 就是如何去解决提出的问题 那么当你解决不了提出的问题怎么办 那你就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精辟的回答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能很多的股民都对转融通有一定的怨言 然后呢现在大家这个处理结果 也不知道7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否会特别的红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市场上 今天呢成交额依旧维持在6000多亿 可以说6000亿多一点点 然后呢对于整个的外围市场呢 其实是超级的央行周 美国呢可能会研究这种议席会议 但是呢其实可以看到啊 只不过是为了做9月份的做一个铺垫 然后呢英国呢唐定街那边呢 可能刚上台的两边呢 突然之间14年没上过了 就开始抱怨 然后呢说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会破产 但是呢你会发现 其实他也是为了他这种降息去做铺垫 还有呢就是日本 现在全球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去关注日本到底是否加息 可以说啊大家害怕整个的日元 继续的去超级其加息 然后呢对于美国的资金 这种carry trade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后回聊到我们整个的国内 其实你把整个的股票市场 去作为一个博弈方 那么它分为三方 第一方呢肯定就是监管部门 监管部呢为了维持整个的一个规则 或者整个一个市场的运行 它呢作为一个管理者和监管者 然后就是一个资本方 资本方你可以理解为是上市的大公司 或者大股东们 那么剩下的这种游资 然后呢可能说的好听点叫做游资 说的不好听点像一些小散 大家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三方博弈 但是真正博弈的 其实你会发现 资方和普通股民的博弈永远都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股市从成立之初到现在 一直都是大股东的权益和小股东 或者是和小散户是不匹配的 因为他们需要从你这种小散民的手中 去挣到一部分的收益 他不可能说从监管者的手里去挣到生意 因为监管者他不参与整个的市场 他只是维护市场的一个平稳运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很难把整个的大股东和小散民 去共同的去做一个 统一策的方向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去一直去提倡这一年多 这种什么长线投资 共同的这种获利 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两方去固定在一个同一侧 为什么 因为整个我们的市场一直都在去提倡 如何的去这种科技创新或者薪质生产力 但是当你去科技研发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在前几年是不挣钱的 就像跟大家聊过 比如说什么科研成果的转换 或者这一路走过来是多么的艰辛 因为你不挣钱 但是你又需要持续的让公司运行下去 也就是说整个的融资市场需要很火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华尔街 也就是大家说的Worth Street 他们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空盘 或者对于整个的一个企业的扶持 可以说在整个的资本市场上占比超过了50% 那么我们中国的股市对于这些企业 其实占比有多少 真的没有多少 说的好听点可能10%到15% 甚至可能更低 你会发现一些幼稚的企业可能都没有上市 前阵阵的时间吵得比较火热的 王哈哈你发现他也没有上市 或者一些比较火热的 萝卜快跑的母公司 百度他可能选择了在港股或者煤股 甚至华为也没有上市 大江这种企业你一说出来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企业 对于传统行业的扶持比较多 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新兴科技 那么未来我们这一部分上市的新公司 很可能就集中在了这种高兴科技的前沿 那么你就如何去确保整个的市场去活跃度 为什么我们持续的降低利息 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的负债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6月份整个一个月份 我们往外发的债 其实已经超过了7万亿8万亿 但是这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的流转 然后你会发现国债发了12800多亿 还有一些地方债可能也不到1万亿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企业的 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必须要降低整个的存款收益 或者可以理解为整个的这种资金的使用成本 那么当资金的使用成本降低以后 那么普通的人还是不会去把钱投入到股市 因为大家心里的预期就知道 股市可能很难去获得一定的这种稳定收益 或者它的风险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种情况呢又特别的矛盾 一方面你就想去扶持整个的资本市场去进行活跃 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对于普通的消费都开始逐渐的收紧 所以说如何去促进或者整个的一个内循环 做到一个很完善 不单单是你需要去拿出补贴的魄力 而且你需要给大家很强烈的一个信心 很多人说现在的话 无论是这种学历的变质 或者工作难找或者一些其他方面 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 但是真正的内在 为什么持续的去没有改变 这个呢都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进的 那么有的人说是整个信用体系的一个缺失 其实也不是 可能是我们过度的去寒胆雪布 造成了信用体系 你去建立了一个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没有曾经去实验过 或者去运行过 但是这个模型已经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真正在这几年想去做事情的人 你会发现他全部都是承担了一个负债 可能呢毕竟创业都是很难的 可能实创业只能有一个人能成功 但是你需要把整个的这个环境和土壤去做好 就像呢身边曾经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 可以说啊做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会有地方政府的调研 然后去开各个的协调会 你会把整个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里 你也不能说是浪费吧 可能说互相学习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当你做的多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整个的一个企业的运转 其实还是很难去提高效率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的去改变 其实无论是你改变你整个公司的SOP啊 标准的这种操作流程啊 或者是你这种团队的所谓的CRM这种去管理 再有呢就是一些你其他的方式 你如何去学习或者如何去改善 这个呢可能都是你需要 怎么说呢去找一些专门的咨询公司啊 或者其他方面去学习 但是这只是企业端 你作为一个从业者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话 你如何去找到你心意的工作 其实不是说上班和上级你选择上香 真的所有的好工作或者是其他的 它都是有门槛的 你只能去不断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提升你自己 当真正有机遇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把握住 如果机遇来了你没有把握住 其实你可能还会去加入到抱怨的那一方 然后呢今天呢可能我们闲聊到这里 然后也期待着明天整个的故事会出现 这种清一色的这种特别红的这种颜色啊 然后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这样的颜色 在心裂上 这种颜色